大家好,今天是6月1日,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天来看一下赵路斯,他是98年11月9日 本来我是不想看他的,因为这种命格的话会比较平顺 没有大起大落,都还好 一直以来我认为他都是比较平顺的,没有说特别的差 所以这种讲起来感觉到就比较乏味了 但我一想今天是儿童节,就讲的比较快乐开心的 没必要讲那种大起大落的 来看一下,庚金生在亥远,天干透的是上官 精水上官的女性长得漂亮的,思维活跃 然后这种口差比较好 做一下圣经之谓陆地,灵观陆地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年月发生关系了 是一个香河的,天干起河,地之河 他就不理日住了,当然几点钟不知道,也没必要去推 反正看个大概的了,娱乐嘛 这个年月香河,不顾日住了 这种也有优点,表示说他可以自由自在的 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爱好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约束,不像其他人一样 这个父母反对,那个什么反对 不会,就是比较自由自在,一直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种意思 因为上官嘛,就说,这样的人 上官我一直都说了 一般来说,带上官的人适合唱歌 他好像是演员吧 来看一下,那么以什么为用呢 那圣经了,所以圣经不能受伤 那还好,一直以来都是走西方境地 所以一直以来都平稳 而且呢,这个隐木按理说本来是不好的哦 但是亥水不太合作了 合作之后他就不去冲了 这就平稳了 而且呢,亥水它是画木的嘛 那么由此可见,这木的能量比较强 木为财啊,父亲比较有能力了 看一下吧,98年啊,在成都的啊 出生成都,参加超级女生 哦,2016年算是出道了嘛 看一下啊,精髓上官了 一般来说他的这种运势走向这么顺利 一般来说学业也会比较好 学业也会比较顺利点 所以他是中国台湾明道大学 不知道什么转意 按理说,从事这个 呃,就是演,就是表演业类的就好了 因为水虽然说主上官 他也,呃,因为他也主说嘛 演员不就是说嘛 表演业设计啊,导演专业啊 这种也比较好 看一下 16年啊,这个海选 他唱歌其实也还好的 当然好像一直都是职业身份 他现在是演员了啊 终极特工 哦,17年,18年,19年 其实哪一年一直都还好嘛 尤其是这个16年可能差一些 虽然说他出道了 然后呢,什么感觉到很火啊 那16年的话是和这个是想冲的啊 圣经冲的冲的这个财的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不稳之向 而且深害相害 虽然火,但是还没有一个大的起色 大的一个发展啊 18年,戊虚年 18年其实还好啊 18年为什么好呢 这个硬性来了 因为代表说他的作品啦 他的一些这种所签的合约啦 反正可以理解为他的作品吧 就比较有知名度了 从18年开始啊 反正都还好吧 那今年呢 因为19年不好 不好在哪里呢 19年是属猪嘛 就去年嘛 去年不好啊 因为极土呢 从事业来讲呢 是还好的 表示说这个很多作品啦 这种各种作品都有了 19年啊都还好 但是就他个人而言的话 在爱情上 去年啊 特指去年啊 深害相害 害到这个夫妻公 这表示什么呢 情感的不稳定吧 本来 我看了一下这个介绍 好像没有男朋友 但19年应该有 不然的话不会出现穿的 穿的就是说一种 情感中的受伤 或者说一种 不了了之的 应该既然没有 我看了一下 没有公布的话 那就最多也是暧昧的嘛 或者说正在的这种 可能正在秘密交往的 但结果好不好呢 不好啊 很明显就没有结果嘛 深害相害 今年更加明显 可能这个就放到一边去了 这个不能说 说他爱情差 只能说他对于这个 没有特别的重视 可能倾向于 个人的事业为主吧 那今年更几年 天干透的是金 地质这是纸水 好不好呢 付出的多 就代表说 他的一些作品呢 会有付出的很多 或者说这个 当然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是如此 毕竟运车都好啊 比较平顺啊 那明年更加好 明年更加的不错 因为他是偏弱的 这个西方境地 我认为说一直以来都还好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平稳了 这个爱情的话 在19年可能是穿的 今年如果说 19年可能是暧昧气 但今年就干脆就没有了 今年就这种 直接的分开了 直接的分离了 没有说这个恋爱吧 这个比较明显啊 伤官的话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一种好动 思维活跃 就玩起游戏 也比别人玩得好的 真的呢 就比如说玩起 不管玩什么游戏嘛 动手能力 动手操作能力 都比别人要强 来看一下吧 请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事业啊 物加乙 这叫青龙合汇 还可以啊 林腾蛇 那这个状态的话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 现在状态 不能说休息吧 至少来说是 可能腾蛇 可能像比较忙碌 奔波天任性嘛 这个任劳任怨 忙忙碌碌 从个性上来讲 是比较的 火泼的 因为水嘛 主流动 主说呀 这种与人相处啊 就不会有太多的 这种隔阂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与长辈啊 不是说与什么朋友啊 与长辈相处 不会有太多隔阂 就能够很好的玩在一起 因为它和年柱是相合的 相合的话就 就交合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这种 规矩 这个 当然如果说处理的不好的话 就感觉这个人没规矩 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可以理解为 与任何人相处都没有什么距离 因为硬性来克嘛 如果说这是 这还是一个 比如说是愣水那完了 那这种伤观太重了 那就有点点 这个克制这个 他的长辈领导了 就很难相处的好了 那这种的话 竟然是相合和长辈相合 表示说很能得到 或者说很能受到 这个领导啊 长辈的重视 当然说所谓的资源也好 当然就有了嘛 很简单 然后看一下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刚好林芝福来生 这种贵人相助嘛 这个贵人指的是事业上的嘛 来相生 开门代表工作 工作当中呢 相合 按理说是和他是对冲的 但是呢 这个他也愣水一合 就不受 他就不来冲你了 当然他个人 有没有受到委屈呢 有啊 也有受到委屈 这也正常 因为这个 今年更子年嘛 止水和这个害 他有这个 加强了水的气势 来穿这个神经 那代表说受到了 受了一定的委屈 在工作当中 应该是 当然这种是 无法考证的嘛 但是我们能够 看得到的是什么 会感觉到自由自在的 做一些作品会比较多一点 当然比较火了 那明年呢 明年更好一些 明年是新丑年嘛 其实今年明年 根子新丑 刚好来生 代表说一些 受到的重视 或者作品会多一些 给人感觉是一种 比较平稳吧 那么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那为了更生 其实那什么时间点 其实进入这个更生运 就是最好的了 也就是从19年开始 他说进入这个更生运了嘛 那么对人生来讲 就不错 最怕的是遇到冲的 最差的是哪年呢 本命年 22年 后年嘛 后年的话 可能是比较糟糕 为什么冲呢 比较差呢 是因为这个 两个荧幕冲一个圣经 这个叫路神路 代表事业 这个多数是 不管什么原因嘛 就很容易在情 不能说情感 在他事业当中 有一些挫折 这个挫折可能是 这种 受别人的连累嘛 因为荧幕嘛 可能他人的这些 拖累 导致到一些问题的发生 当然会影响到合约了 在2025年了 至少今年明年都还好 不要拼稳 所以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讲的了